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道出人生的真谛 人生只为玉字所累 便如马如牛 听人击落 若果一念清明 则淡然无欲 一个人贪图太多 很容易陷入各种泥潭之中 而那个清心简欲的人 却能保持内心的一片清明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 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 当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 当拥有足够的人生沉淀 朋友们 若想做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 就需要懂得取舍的道理 在余生的旅途中 学会做减法 从菜坑坛中 我们能够意识到 学会做减法 方能做一个真正强大的人 一 人际 退出虚情假意的圈子 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 人际与人脉 年轻的时候 缺乏一定的生活经验 我们会认为遇到了谁 都会成为自己的贵人 于是 为了稳固自己的人脉 大家习惯了推杯换盏 希望通过许多真诚的举动 能够赢得他人的认可 从而结识 真正属于自己的朋友 走过了人生的弯 朋友们才会明白 有些人 永远做不了朋友 与你相处的目的 它不过是别有用心 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翻脸比翻书还快 尤其在你落魄的时候 那些颈上添花的人 转眼间就会消失不见 报仆子中有这样一句话 至何者不以山海为源 道乖者不以咫尺为尽 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 要看他与你是否志趣相投 如果两个人没有相同的三观 终究无法做成真正的朋友 经历了人世的沉浮 你才会知道 唯有很少的一些人 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做出雪中送炭的温暖举动 而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值得你去结识的朋友 彼此的友谊 才值得用心维护 至于那些毫无人情味的圈子 就别浪费自己时间了 还是怀着做减法的心态 早退出为好 二 欲望 有节制 不会受其所累 轮雨云 君子师无求保 居无求安 衣食用度 无需奢华 能维持正常生活所需 足矣 贪图享受 欲望就会被不断强化 心智也会日渐迷失 成长的过程中 有愿望 固然是好事 能够让一个人保持必要的动机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一往无前 保持足够的动机 可是 陆陆红尘中 到处都是诱惑 这些诱惑也会变成陷阱 如果你没有分辨的能力 只是任由自己的欲望去追逐 很容易陷入迷惘之中 人这一辈子 真得要熬夜 要喝酒 要住豪华的房子 才不会留遗憾吗 实际上并不然 一个人过分追逐的结果 只会挥霍有限的时间 消耗自己的身体 最终让自己的生命 在欲望中度过 从而留下更多的遗憾 余生 做一个懂得节制的人 方能把握住更多的福报 不会深陷 乱花溅入迷人眼的状态 从而失去了自我 一个有节制的人 也会找准自己的方向 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花看半开 酒饮为醉 当你控制不住欲望时 请记住 广煞万间只睡 卧榻三尺 良田千请 不过一日三餐 欲望如油门 节制如刹车 只有欲望而不懂节制 好比踩油门而不踩刹车 短时间内也许会超速行驶 但也终将收到生命的罚单 一个人被欲望迷惑的结果 只会与幸福背道而驰 而一个置足长度的人 能够守得住人生的底线 赢得许多福报 成为命运所眷顾的对象 三 享乐 其实是为懒惰找借口 好意不劳是许多人的天性 要知道 如果任由这种弱点 去掌握你的人生 那么只会让你变得一事无成 每个人都有享乐的愿望 但是安逸舒适的生活 只会让你失去追求人生的斗志 助长一个人的惰性 最后让你心甘情愿中 接受眼前的碌碌无为 久而久之 这样的朋友只会吃苦受累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只路边的青蛙 休闲的在草丛中养神 突然听到有人叫 老弟 老弟 他懒洋洋的睁开眼睛 发现是田里的青蛙 你这里太危险 搬来跟我住吧 田里的青蛙关切的说 到田里来 每天都有可以吃的昆虫 不但为庄稼除害 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路边的青蛙不耐烦的说 在路边有什么不好 我已经习惯了 而且我干嘛要费神的搬到田里去 我懒得搬 路边一样有昆虫吃 田里的青蛙无可奈何的走了 几天了 他又去探望路边的青蛙 却发现路边的青蛙已被车子压死了 暴失在马路上 懒惰是人的一种天性 在生活中 人们随时随刻都有想偷懒的时候 早晨不想起床 工作不想做 还有的人不想出去吃饭 也不想自己煮饭 觉得饿一会就过去了 这样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做过 若想让人生过得舒服一些 并不是依靠懒惰时间的 一个勤恳努力的人 方能在人生的旅途中 通过自己的双手把握住期待的回报 这样的人不仅能够通过一番努力 让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 同时也能带着身边的人一起守得住余生的福报 从此以后享乐的意识少一点 因为沉迷于娱乐的结果 只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懒惰 善于把握生活节奏的人 不仅是一个智慧的人 更是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 做个有把控能力的人 我们都吃五股杂粮 也会有七情六欲 如果放任欲望 只会让自己变成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也会因此陷入无数的困惑力 如果缺乏管控情绪的能力 一个人也会因此陷入长久的苦恼之中 因为这样的朋友 随时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从而做出怨天尤人的举动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一个人的内心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就是看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 当一个人能够变得兴兴豁达 而不是情绪多变 才能在漫长的余生中 做一个目标明确 积极进取的人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多么灵压力使才气逼人 偏偏爱识小性子 脾气上来 谁也劝不住 忧思过度最伤身 以至于年纪轻轻便香消玉允 而心胸宽广的人 懂得节制情绪 不会让坏情绪糟蹋自己的身体 妨碍自己的生活 余生学会做减法 要让情绪的变化少一些 在平时的生活中 努力做一个内心平和的人 这样的你将不再患得患失 而是能够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 朝着期待的方向前进 当有一天你能自如的把控自己的情绪 大家将会发现 原来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自己心态好转的结果 人生的路也会更加宽了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的历练 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生活积累后 大家将会意识到 如果肩负的太多 就容易被其所累 在余生的漫长时光里 及时做减法 方能让你活得通透智慧 蔡根坛拒绝四种东西 做一个真正强大的人 远离不好的圈子 拒绝太多的欲望 不让享乐影响你的成长 避免情绪失控的落魄 当你学会了山凡就简 才能轻装上阵 做真正有实力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